哇!哇! 不過有藉殼蟲? 一定有啊! 你不撒藥的狀態下一定是 這自然塑粉喔? 這沒有人工塑粉喔? 重點是我怎麼塑粉,它都沒屌個 沒屌個 早上、晚上 還有大概九點、十點 太陽再大的時候 也都沒辦法塑粉了 這自然是塑粉的喔 紅毛榴槤 我第一次近距離看紅毛榴槤 這很漂亮 但是是說 要稍微軟一下才可吃 人家說這就是口感 稍微酸甜、酸脆 酸脆啦 因為我前年那一顆 採下去吃是綿綿的 像在吃棉花 我覺得不好吃 但是這一顆是 應該說第二年 就是要體驗說 看好不好吃 正常果看好不好吃 我怎麼覺得它像紅毛榴槤 很像 上次我拍給你們看 大概這麼大顆 其實我以為是軟化 可以吃 因為它看起來它已經稍微黃化了 但是我捨不得開果看看 就一直把它溢流 網路上看是說要按下去稍微軟 再採 所以它一直在成長 一直大 花開好多 幾百朵都跑不掉 結果就只有兩顆 兩顆 它很奇怪 它的花 多花 這邊開起來 過不久 這邊又長一顆花出來 重點是 不結果 那它會用熟的粉來收粉 我不曉得 因為有人說栽 栽心被 也沒有用 我嘗試過 栽心 也沒有用 就是讓養分 聚集到花上面去 也沒有用 所以說 這張已經很大張了 舒服很可愛 這兩張靠接不知道可以咬下去嗎 這張應該差不多了吧 可以了啦 看一下它的 浴盒狀 靠接觸 因為 因為我這樣 我靠著那個 流連蜜啊 它那個已經浴盒了 我還沒有時間把它寫下來 欸 在這裡 這位 我們應該可以了 不過這還 補一尾出來 如果不放心 就把它放再放久一點 這還補一尾 很大尾 其實如果這尾都靠會更好 不過這尾已經靠兩個多月了 差不多兩個半月了 應該是可以了 有啊 我在那兩個多月啊 六月 六月幾號泡 流帶才夠大啊 哦 是是是 我那裡留四百多個之前套起來的 就是要用 那這個是自然壽粉 有啊 喔 這個果形 啊 果形稍微微 稍微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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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粉 不完全 不均勻 不均勻 嗯 不知道 怎麼辦 紅毛榴槤 至少是破了 紅毛榴槤 我們在這邊有靠了兩顆 不知道狀況怎樣 看一下 真的很多啦 相對它已經掉了很多 對啊 那它的話 等一下拆開看一下 好 啊 你說的 螢蟲是現在這個細節很奇怪 因為 因為我 那一天我 一個有機的鞋子 對啊 他送一個來給我 後來就過來看 欸 怎麼有螢蟲了 對啊 前年我就有看 前年就有看過了啦 可是零星 嗯 啊 今年這一次 那一天來看 大概十幾隻 欸不錯啊 很特別啊 那個環境相當不錯 我來拆那一顆 看魚河怎樣 你看 這顆應該是拆看看好了 兩個半月 六月 六月 六月中 靠著啦 六月中 以這葉子 稍微碰一下 它的味道的造成 欸 味道 有一種很特殊的味道 應該是可以 我裡面還用石垃圾 還是我把它割下來 先割一檔 回來看看 可以啊 先剪一顆 對啊先剪這一顆 看看 應該是有過了 下面你看看 在發金喔 好像發金啊 怎麼會這樣 是真木的金 還是 你要煎中 這邊要順便再講一下 有些時候 你在剪靠街 你不要一高興的話 剪錯了 就悲劇了 好 刀子 好就是 有些時候 就是看到靠街 然後 愈合 要成功了 很高興 結果 想說把它剪回去 結果一刀下去 剪錯了 不是剪到那個 街碎的那一根 就剪到了靠街那箱 那個就很好笑 所以這邊 我以前好像也有發生過這種狀況 這一個果樹植栽 是我第一次見識的 很好奇 很好奇 也蠻期待的 好剪下來 再看一次喔 哪邊是真木 哪邊是街碎喔 你要剪街碎的底下 你不要剪到喔 先 這裡 齁 要剪對 OK 預備 咔嚓 好 剪啦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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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奶果那一個拍 成功 所以 我那個被利騎馬台風 所以我再繼續觀察 照顧成功 咔嚓 然後上面這個 先讓它斷 斷到這裡 先不要 先不要 完全不要嗎 先這裡就好 對 漸進式 要漸進式 這一株 對對對 你千萬不要一下子 哥 我剛剛講就是說 你的真木的植栽齁 你其實剛下來這樣撿 其實不撿剛剛沒有 但因為這裡還有一個雅點 你看看 這裡還有一個雅點 對啊 你要維持真的木 它還在運作 蒸木還在運作,它才會有能力再提供於接穗生長的一些 就是水分跟養分 所以千萬記得,上面不要一下就剪到沒有那麼快 要緩慢的 你看喔 這個蒸木是蘿蠣亮 那接穗是我們這顆 那個紅毛榴槤 它的葉子有點不一樣 紅毛榴槤比較細長 蘿蠣亮稍微比較軟型 其他他們味道都有很特殊的味道 蘿蠣亮的味道 啊這是 紅毛榴槤的味道 有點不一樣 但是味道都很濃 都很濃 你看這邊 花也有點不一樣 紅毛榴槤的花 這個花的上面 皺紋比較多 皺紋比較有皺紋 蘿蠣亮是比較光滑 但是花型是一樣 表皮的粗糙度不一樣 所以有時候有點難分辨 然後剛剪下來的摘緩苗地點 一定要在樹蔭底下 拿到樹蔭底下 拿到樹蔭底下 先在樹蔭底下 好了 我們的紀錄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請點擊按讚並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但是齁 我如果用這隻毛筆 我不是只有沾這顆 這顆沾完換這顆 我一次沾大概 就有可能會過 一二十朵花 如果可以 有像這樣開花包的這樣子 我一樣 每顆多沾 沾粉 但是也是沒有用 這樣 就像那些什麼 有什麼 雌花先熟性 然後公花後來才 你在看這一顆 它裡面其實有很多螞蟻 那你翻開看 喔 搞定了 喔唷 其實如果螞蟻 如果它有發粉 其實也會瘦粉 嗯嗯嗯 那八粿 啊裡面其實有 發現好幾朵 都是這樣 但是還是一樣 沒辦法瘦粉 那它是窮梅花 搞不好螞蟻就是 也瘦粉 但是 但是像這一顆 所以 我曾經發現好幾顆 我期待說 有沒有 那是ok的 結果觀察下來 也是沒有用 也是沒有用 國外的文獻 有沒有相關的那些分享 對阿 這樣它是瘦粉 是一大的一個 障礙 就是你那幾次還沒找出來的話 可能你就是要突破 它的瘦粉率高結果 就是還是一門 啊 其實喔 你看那個蜘蛙 它會持續好幾天 不是只有單一天喔 所以就是 來看就是 熊 熊花比較難 熊花的階段 比較難 判斷跟收集到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這是完全陌生的 好 好 你做這個技巧是什麼 其實那時候是晚上做 拍照給你看 喔 喔 什麼時候做瘦粉的動作 喔 六點 喔 結果都沒有用 沒有用 所以時間點 他掉了 他本來是在最附近 他掉了 他本來是在最附近的 掉了 有五點鐘 嗯 啊 種起來 奇怪 他的長相很奇特 有整顆很漂亮 有外殼吃出來的 但是 他只有種五顆 是比較翁來 完全沒有 旁邊周到都沒有施加 但是他結果結果解嚴多啊 啊 可以吃的時候 不知道要怎麼吃啊 這樣就要撤撤掉了 所以 不一定說 一定要正統的施加 去收 所以那也是要看 又是另外一個 觸味就是在這裡 所以我們假日 英環時間不太有 觸味是不對 但是你像這樣 比較高 沒有結果 反正 沒有啊 想不到現在這樣看起來 看起來就 對啊 好大一顆 好大一顆 這好大一顆 有耶 有人比一邊比較大 比一邊比一頭比較大 他還在成長 就是等待 我那一天 你們回去大概過一個禮拜五 不相信 我四個鞋子 他是 在那個 桌地 所以我把它撐 架高起來 我怕說 垃圾一下 嗯 啊 在 吳宇宙也是發現那一顆 第二顆 所以 這大棟 吳宇宙發現的 吳宇宙好大 因為開那麼多 一直期待說 欸 七菜也吊了幾顆 滑滑滑滑滑 我那一張 蘿梨量現在開很多火 但是沒有吊半顆 沒有吊半顆 沒有吊半顆 蘿梨量跟這個類似 就是 開火之後再開 沒有吊 我去南遠龍長看 那蘿梨量你知道嗎 那蘿梨量 那一瓷衣 都很粗啊 很粗的老長 我要做冰箱 OK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